哈喽 大家好 我是薇荣 今天玩了一把这个微信区的牌位 用的是环中 因为微信区没有什么好英雄 也没有什么好皮肤 也没有什么好冥王 相当于环球是一个小号 然后我玩了一下这个微信区 今天玩的是新来季 然后掉到那个薄金段位 从薄金慢慢打 然后我们一开局走到这里 点尾就像从我面前穿过去 看到我居然不打我 他如果刚才打我的话 我可能还比较害怕 每次都是脆皮 看到那个那个点尾是吧 都比较害怕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 这个亚瑟直接冲过来跟我干 在我这个大招换围里打我 其实就是捉死了 环中开大招之后 他的互盾就是 互盾生命好像都加了一些 就加强了一些 所以说他就变得比较漏 在开大招的时候 不像以前那么脆皮了 还能砍了就打 这时候亚瑟又来一波 又直接冲到我面前 冲到我面前开大招 虽然说环中大招只能打七花 但是他的大招已经改成了那种 直接是吧 直接伤害高伤害高 高输出 然后高射程的这种伤害啊 打起来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 相当于一个刺客的射手 这样的 我们开一个大招 他们就还敢往我面前冲 三炮 三炮就把那个 阵击给打掉了 这边又是这到后期的话 点尾再冲过来打我 基本就打不动了 最后就这么一波被我们强推 所以说低端就是撞死一下 这个环中还是非常强势的 好 那么我们就接下来 现在大家有没有用这个环中 来用算分呢 欢迎大家视频频道留言 那我们下周再见